大家好 这里是聊聊吧 今天聊聊水族 有些人问我说 为什么我家的红年灯看起来很漂亮 其实有没有喂什么特别的东西 其实我目前而言 其实只有喂人工饲料为主 就是像是Tetra Tetra这一瓶的饲料 我还是觉得非常好用 就是从以前养短雕 到最早说大概20年前养短雕的时候 吃这种Tetra在喂 那其实因为它价格算是很便宜 你看你一包 你同样的一个Tetra这一罐 可能一两百块 然后可以喂个一年左右的时间 是非常的便宜 那相对而言呢 我觉得它因为它的颗粒比较粗 所以它比较不会在水中就瓦解掉 我们有时候很麻烦是怕它 像那种 你不知道有没有喂过那种薄片 薄片之类的呢 其实喂下去容易污染水质 因为它会产生太多的碎屑 那产生太多碎屑的状况下 就很容易造成水质的污染掉 所以呢 其实我比较喜欢喂这种 那它们叫汉堡型的东西 就是一颗一颗的 那这种喂下去的时候呢 其实它的碎屑程度就不是那么的夸张 那其实 我觉得啦 就是养分好的话 其实 你的鱼就会漂亮 除了 除了 除了喂Tetra之外 我还有喂一个比较小颗粒的 像这个 这个也应该有洋红洋红的激素在里面 那所以呢 这些呢 加上 加上那一个 加上里面的虾子 这虾子又快被克光了 理论上我买了 一两的虾子都快被吃光光了 因为这几种加起来的状况下 我觉得造成了因为 虾红素的关系 里头有一些阳色性的色素 通常里头 你在买的时候 阳色性的色素里头 大部分就含有虾红素 或者是胡萝卜素 这一类型的植物 这一类型的东西 可以增强它的色系 那像是 最近我喂这种无节幼虫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大的 无节幼虫再小的 小的跟大的混在一起 这个是主要是要喂那个 喂我的短雕 因为它常常吃不到东西 不过后来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我看它最近 超级肥的 应该是把我所有的虾子都克光了 它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在左下方 现在没有做到 立度化镜头 在这里在这里 那现在超级胖的 因为我觉得 它应该是一直吃虾子 就吃虾子 所以呢 反而它的颜色也超级好看 你可以看我的红笔剪刀 也非常的红 我觉得都是因为 饲料跟你的 你的水质落保持得良好的话 当然你的鱼就会比较健康 然后再加上阳色型的饲料 或者是 比较漂亮的光线也有关系 那目前我的饲料 大部分就是这几种饲料 所组成的 两种的人工饲料 然后再加上 因为我不太喜欢 通常我不是那么喜欢一种 单一种的人工饲料 我用两种人工饲料 交替的使用 然后再加上呢 偶尔给它 无节幼虫或蜂莲虾 那其实无节幼虫的养分算蛮高的 反而蜂莲虾大型的蜂莲虾 养分不是这么高 但是它四口性比较好 四口性比较好 那所以呢 加上我觉得 加上这几个里头的虾子 你就可以造就它们那种红莲灯 非常的漂亮 这红莲灯一直有分成野生跟人工的个体 有些人问我这是不是野生的个体 我说这个都不是 因为这种都是很小的 很小的红莲灯 而且很便宜的红莲灯 这种红莲灯大部分都是印尼产的 印尼产的 印尼那边产出来人工个体 其实我觉得只要 阳色色素够 然后养的胖胖的肥肥的 其实呢都可以长得蛮漂亮的 所以 喂食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 但是通常我这个红莲灯就会太胖 你看这种都是肥肥短短的 没办法 因为我要喂他 我要喂他 我要喂那个短雕 饲料的时候呢 其他红莲灯迅速的会把 迅速会把饲料全部抢光光 这个也没办法 因为速度还是差很多 那个 跑车级的跟普通等级的 你可以看他差多少 还没下去最下面的时候 其实都被吃光光了 所以如果你要喂到 你要喂到短雕的话 通常都要下到一定的量以上 才可以喂到短雕 这个也是 比较麻烦的状况 你看现在短雕就有吃到 但是都吃一片 然后过来就被抢光光了 所以如果你短雕喂饱 其实其他都喂撑了 这也没办法的事情 最近我可能还会再进一些棋盘进来 因为最近有看到国外进来的棋盘 棋盘是一个 我觉得在水草钢里头 是一个很标配的 标配的短雕之一 第一个他很漂亮 第二个 但是他还是很会攻击虾子 假设你的里头 假设你的里头有虾子的话 如果你看我现在因为他还没长起来 对不对 所以他可以躲避的地方没这么多 这时候虾子就很危险 会一直被鱼吃掉 非常非常容易被鱼吃掉 那你可以前几天的时候 我就看到下面满满的虾壳 就表示都被鱼嗑掉 但是这也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水草钢就是这样子 你就有点像是 黑壳虾就变成是一个必须补充的东西 除非你的 除非你的里头的水草非常浓密 让你找不到虾子才有比较有机会 但是也很难 因为我之前有发现过 这是雨到真的找不到东西的时候 虾子还是一个很好解决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看 其实就算我的樱桃灯也非常的红 这樱桃灯公的才会红 母的不会红 所以如果你想要买比较红的樱桃灯的话 你要去选公的 选公的 不过最近想要买一支母的 来配他们来生生看 其实他这种尾巴拉起来非常漂亮 有没有看到 樱桃灯其实非常喜欢吃 然后非常的红 如果你养的好的话 他非常 我觉得非常有质感的一种美 你看整个头都红红的 而且颜色非常的均匀 如果你养的好的话 他尾巴可以拖长长的 有点像是小鲤鱼的感觉 那最大就这么大 最大就这么大 最近有进一些红笔剪刀 等我的红笔剪刀路 最近刚进来 所以要放在现在放在其他地方 在你看虾子又被攻击了 这个虾子跳几次被灼几下 应该就刹掉了 这没办法 好 你看就可以看到 目前黑壳虾在群攻一只虾子 这个虾子过一阵子就会被磕掉 因为他那个虾子 他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很快就会挂掉了 很快就挂掉了 那所以呢 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 他们会把那只分死掉 因为那只已经跳太多次了 然后被攻击太多次了 过一阵子他就会被磕掉 这没办法 但是 羊水族就是这样子 黑壳虾就变成一个 有点像是一直补充 一直补充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补充的话 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少 里头藻类就会慢慢的长出来 所以尽量的话 能把水草种浓密一点点 也是比较好的状况 我觉得 所以现在还在涨 因为我的我最近 一直没有去补充我的CO2 你看没有补充CO2的状况下 水草就完全停滞 就非常有趣 所以还是要有CO2 它才会有光合作用 速度才会快 如果你没有CO2的状况下 你会发现你的水草 就开始停滞下来了 尤其下面的浅金草 全部都停滞下来的 然后因为黑壳虾也被磕光光了 所以里面藻类又开始长起来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恶讯的循环 只要黑壳虾开始减少 只要黑壳虾开始减少的状况 你就会发现 它的藻类就开始出来 然后如果你的藻类开始出来 你的里头养分过多的话 就开始长藻类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循环状况 那养水草钢好玩也是这样子 就是玩一个平衡的循环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罗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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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